前一段时间,王凯在微博发表了几张自己代言的几张照片 没想到在同一时间点,我们的松云小姐姐也发了自己在野外的几张美照 这卡点发文的巧合,不会是商量好的吧? 为此有喜欢他们二人的粉丝,在偶像微博下留言 你们如果能在一起该有多好呀 在这条评论之下,还有很多网友的回复 青色的绝对能,必须能等字眼 看来啊,大家是真的真的很喜欢他们这一对 不过,看到谭孙玉发布的这几张野外图片 王凯竟然也发贵,而且氛围感真的很绝 情侣大片都没这么甜的好不好 为此小编还幻想过,如果他们能够真的在一起 那么开展一轮的野外约会也不是不可以后 为此就有网友先小编一部,将他们野外的照片批到了一起 不得不说呀,真的很像一家人 夫妻感真的很强,那胡相依偎的身影 小编我呀,这就很难不去幻想他们二人的婚后幸福生活呀 其实吧,在娱乐圈中有很多优秀的演员 他们不仅颜值高,而且演技也是非常出色 在这其中,王凯谭孙玉无疑是两个影人观众的名字 比如,谭孙玉从林家女孩到实力派女演员 她的蜕变之路可以说是充满了坎坷与奋斗 谭孙玉1993年出生于四川成都 从小就热爱表演 2007年14岁的谭孙玉在电视剧《好好生活》中出演了一个小角色 这是她的银银处女作 虽然戏份不多,但这次经历让她对表演产生了更深的热爱 高中毕业后,谭孙玉报考了中央戏剧学院 在议考过程中,她展现了出色的表演才华 成功被中央戏剧学院录取 在大学期间,谭孙玉努力学习表演技巧 参加各种事件活动,逐渐积累了丰富的表演经验 2013年,谭孙玉在电视剧《幸福攻略》中出演女主角 凭借自然,真正的表演赢得了观众的喜爱 此后,她又主演了一系列影视作品 如《小时代》《你好就是光》等,逐渐在影音圈展露头角 2018年,谭孙玉主演了电视剧《知否知否》影视绿肥红兽 在剧中饰演聪明机智的明兰 她凭借出色的演技,将角色的性格特点刻画得入目三分 赢得了观众的广泛好评 此后,谭孙玉的演艺事业进入了快速发展阶段 主演了一系列热门影视作品 在《演艺事业》取得成功的同时 谭孙玉也收获了一系列荣誉 她曾多次获得各类影视奖项 如《最具潜力的演员》、《最佳女主角》等 然而,谭孙玉并未因此而骄傲自满 她始终保持着谦逊、敬业的态度 勇于挑战各种类型的角色 在生活中,谭孙玉是一个非常低调、随和的人 她热爱生活、喜欢旅行、适应 经常在社交媒体上分享自己的生活点滴 此外,谭孙玉还热重于公益事业 多次参加各种公益活动 用实际行动传递正能量 况且,谭孙玉她一看就是个不错的女孩 长得天天圆圆的,完全无攻击性 面相很善良 谭孙玉她很干净、很善良 就好像不是圈内的人 而是林家大姐姐一样 第一次看她的剧《旋风少女》 她善良的范晓莹很可爱呀 很有灵气 她当时年龄小,不懂入圈什么的 后来耿耿于怀 浪花一朵朵 狐狸的夏天 锦衣之下 越来越喜欢她 她很努力 一个人在娱乐圈里单打独斗 不会去追求名和利 只想着过好自己的生活 她很喜欢唱歌 会弹优克丽丽 会弹琴 她很爱笑 她的笑很智语 一看她笑 简直心都化了 这种磕磕哀哀 古灵精怪的女生形象 谁会不爱呢 而今年已经41岁的汪凯 演艺事业多年 作品层出不穷 不过却常年单身 这也让人不禁产生疑问 她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汪凯于1982年出生 因出演《寒秋》 而踏入娱乐圈 这部剧 是她和王子文的首次合作 然而并未引起太多轰动 直到她在《北平无战事》中 饰演方孟维 才渐渐地展了头角 开始赢得一些知名度 然而真正让王凯成为 大众关注的焦点 还追溯到2015年 在这一年 她在两部热播剧 《伪装者》和《狼牙榜》中 表现出色 这两部戏风格各异 一部是年代谍战剧 一部是古装权谋剧 但王凯却游刃有余地 在两者之间切换角色 分别实验明成和静王 成功脱颖而出 此后她的事业蒸蒸热上 主演了《花乐颂》 《大江大河》 《清平乐》 《我们这十年》等热播剧 不论是都市剧还是古装年代剧 不同题材的作品 都被她轻松驾驭 随着更多电视剧的播出 王凯凭借出色的演技 和强大的个人魅力 赢得了更多观众的喜爱 甚至在与被誉为 湿奶杀手的近东同荒时 也不黯然失色 只得一提的是 王凯多年来一直低调 从事演艺工作 不宣 不炒作 不带货 专注于表演 这在娱乐圈中 想得格外难得 在流量之上的娱乐圈 王凯以清醒和真诚著称 展现了与众不同的特质 然而虽然让王凯没有公开的恋情 但外界仍然不乏绯闻 据不安全统计 王凯有过四位绯闻女友 第一个是王子文 两人曾多次合作 但后来王子文与吴永恩官宣恋情 绯闻自然不攻而破 第二个绯闻女友是蒋欣 甚至有传言称 他们准备领证结婚 然而面对绯闻 蒋欣轻空了与王凯的互动 行动辟谣 后来的两位绯闻女友更是令人难以置信 一个是陈乔恩 尽管两人曾合作过 但陈乔恩后来结婚 公开展示与丈夫的恩爱关系 说明了他和王凯的绯闻 纯属子虚乌有 另一个是王欧 他与王凯曾多次合作 但被拍到与何九华一同逛商场 并一起回家 多次被拍到举止亲密的情况 引发了疑似恋爱的传闻 而双方也未否认 间接证明了王凯和王欧的绯闻是虚构的 可以说从甜美可人到美艳玉姐 各种类型的女明星 都曾和王凯传过绯闻 最终都以不攻自破告终 不过尽管多年来没有公开恋情 但这并不代表王凯没有情感经历 他曾在一个节目中分享 他的初恋发生在14岁 那时他还是个初中生 只是牵手都能让他脸红 他还讲述了与前任女友分手时的心情 虽然表面上看起来淡定 但内心却在低血 只是出于自尊不愿表现出来 在感情方面 王凯在节目中表示 自己并不是一个浪漫的人 如果对方在平常日子 非特殊场合要求礼物 他会觉得难以理解 不是因为吝啬 而是因为觉得感情不需要靠物质来衡量 这一观点显示了他的真实性格 是一个相对直率的人 关于为何多年来不谈恋爱 不结婚 王凯本人也对外发表了看法 他表示在娱乐圈这一行 他期待找到一个懂得他的人 同时也希望对方经济独立 他坚信只要是对的人 等多久都没有关系 这表明他宁愿等待合适的人出现 也不愿将就 此外 王凯认为 婚姻只是法律上的一种约束 他不是特别憧憬婚姻 也不急于结婚 虽然这两种观点看似矛盾 但也反映了他对感情和婚姻的深思熟虑 不愿草率行事 总之 结合王凯的经历和他的言论 他是一个理性和谨慎的人 在事业和感情上 斗着明确的追求和原则 希望他能早日遇到那个对的人 继续在事业和生活中取得成功 王凯以其出色的演技和真实的性格 赢得了众多粉丝的支持 相信他未来的道路会更加辉煌 而且在我看来 谭孙韻33岁未婚 王凯41岁同样未婚 他们两位演员的演技相差不算太大 而且还那么的有默契感 所以真的可以走到一起真的就挺好的 这是我们粉丝所希望看到的